10月21日,杨成林在台湾举行了她的任意门改版装机签唱会 会上成林收到了Fans和唱片公司送给自己的礼物 当听说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位拥有相撞而卖的艺人时 成林简直惊讶到不敢相信了 来啦,说必还是爱我的 话是一次性难以待 我说啦,来啦,来啦,谁是下一个守护人 我们看很多的营姓说,喂,搞磨,搞磨 好漂亮哦 非常好啊,谁收到礼物会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礼物 像歌迷的百宝箱里面有我很多需要的东西 不管是金丝糕也好啊,或是猴唐啊 那我也很谢谢唱片公司给我的一个相撞的耳麦 因为我很需要,然后我也很开心他们这么细心为我准备 耳麦算是第一个人拥有那种水撞的 是吗?是吗?我不知道诶,冰淇步没有吗? 因为一直心里想到冰淇步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撞的人 就什么都要贴 那不好意思哦,我就是第一个了 但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 嗯,其实现在很多艺人啊 就是都会让自己的行头都会变得更华丽 那我也觉得我可以成为华丽一族的人也蛮开心的 马上要前往香港以及内地进行宣传的陈林校园 在宣传过程中因为自己不会淋浴 所以无论到哪个地方最在意的就是洗手间的蓬蓬头能否拿下的问题 第一站去香港,然后先去短短三天之后就要转到内地 大概做六七天的宣传 在海外各个地方啊,包括自己出去游玩最在意的东西是 连蓬头可不可以拿下来 因为各位,我不会淋浴 我只会抓着连蓬头洗澡 也就是说我没办法当外国人 因为连蓬头钉在上面很高的地方往下冲我会害怕 所以这点是我非常弱的地方 因为人家说什么巨星都要有什么按摩浴缸啊 什么高级配备 对,然后人家说那陈寗你呢你呢 我们很担心,希望说我们可以给你最好的服务 我说,请问一下你们连蓬头可以拿下来吗 这就是我的,就是我自己一个很care的地方